首先来看南韩大丘一间液化石油器家气站 在昨天下午突然爆炸起火 导致八人受伤 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爆炸巨响之后冲天火光 瞬间吞噬整个家气站 红色火球还扑向马路波及到人车 紧销货报之后火速赶抵现场 而在火室也在20分钟之后扑灭 整起事故造成八人受伤 其中有三名员工双腿三度烧伤比较严重 不过家气站爆炸在南韩其实并不常见 初步研判是车辆在家气的过程当中有误所导致 目前整起事故还在调查当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